大家好,太好了,终于100千订阅了 那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当然是要谢谢你们,谢谢 其实差不多一年前呢,我没有真正想过要认真做YouTuber 那个时候的我本来还打算在游戏里面赚容易钱赚到老 那时候我才发现到我很天真很傻 那款游戏最后改到什么都是他们自己赚 玩家赚条毛 生活中就是要受到这样的打击 才知道什么叫现实 够在缘分的安排下,我认识到这两位导致我走向YouTube的人 第一位就是灵敏 赚脚 谢谢他 你可以走了,又强不了 第二位就是灵大勇 就是他 谢谢他的出现来让我走向YouTube这条路 我看着他们做影片 我就不知不觉也跟着一起做影片 近朱则刺,近墨则黑 选择餐根这样的人 自己就会变成怎样的人 所以证明了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么大 而且跟身边人之间的沟通也很重要 我们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想到很周到很完美 有时候也需要其他人的意见 太过有自信的话 身边的人觉得我们不对了 也懒得跟我们讲 我做影片做到有一段时间 手上的钱都差不多要用完了 还是没什么收入 影片收视率还是一样 又没有什么广告商找 差一点点就要去跟朋友借钱买饭吃 我就凭着我对兴趣的坚持 加上不少运气 现在终于 可以刚刚好过日子 我看过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为了兴趣而打拼 但是半途而废 最后找份普通工来过生活 因为有时候兴趣不能当饭吃 也不是每一个兴趣都能当饭吃 而且不是每个人的运气都那么好 机会来的时候就要把握 因为有些机会 一生只会来一次 虽然现在已经100千订阅了 不过以这样的成绩 还是得努力才有饭吃 现在的生活变化又快又大 我都不知道我还能走多远 走多久 可能有一天我的影片取悦不了你们了 你们就会慢慢离我而去 就像现在很多越做越低的YouTuber 很多事情只能看一步走一步 计算不了那么多那么远 计划赶不上变化 我这一路来经历的 看到的 学到的 总结起来 就这么多 做事情不忘初心 就像我一开始就喜欢分享道理 分享经验 还有 有时候做人就要厚脸皮一点 要懂得主动 要懂得为自己争取 就像现在这样 请你们按这边订阅我吧 谢谢你们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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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